史上最全罐装机设备生产线 自动浸屏 翻转式洗屏 高压水柱冲刷玻璃屏内壁和屏身 拍视频大叔说 做人就要像清洗后的瓶子 干干净净 表领如衣 水洗后一个弯道进去高温烘干环节 烘干隧道够长才可以确保屏内水分彻底蒸发 细心的大叔给温控来一个特写 为了给瓶子降温 这里一台风冷机就非常及时 依然是你熟悉的四伏酱料罐装机 用过的都说好 真小啊 在一个弯道输送装满酱料的瓶子 到真空悬盖机封口 我敢分屏保证挂盖的合格率 真空悬盖机有密封性超好的真空罩 且配有方便悬盖角度调节的视窗 于细微处见砖业 肉类酱料要拿去杀菌反应斧 做121摄氏度杀菌 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随机抽查一支瓶子 用真空测试仪检测瓶内真空度 随机抽查三支瓶子 看罐装精度误差 仔细看 OK不OK 哈了哨不哈了哨 当为杀菌后的酱料 再次上升产线 开始是一台十瓶清洗设备 清洗掉瓶身阴沙菌染上的杂质 同样的高压水冲洗 不一样的结构设计 外瓶清洗就用它 出来了 瓶身有好多水珠 不过不要担心 在一个弯道过后 进入十瓶风干线 多条高压气管 对瓶子进行全方位吹气 三头六臂 三下五除二的 就把水珠吹干净了 快速回放到前面对比一下 吹干效果真是肉眼可见 在干燥的瓶身上 标签可以贴得牢固 无褶皱 你以为就完了吗 看这台高速套标收缩膜一体机 套标机首先把瓶口的膜 切成合适大小 然后一个中心柱出标 把膜稳稳地套住瓶口 瓶子带着瓶口的透明膜 一起进入热缩膜机 收缩膜紧紧收缩紧盖子与瓶身 防止隔壁老王偷偷尝了个鲜 送给外婆品尝 也不怕路途颠簸漏掉 好看的标签设计 等你来完成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